在6月17号的时候,我看到Mazda的官网发布了一个新的新闻 就是他们的这个Sustainable Zoom Zoom 2030红线当中 有一条非常劲爆的消息 有5家日系汽车品牌将会一起研究这个Over the Air技术 什么是Over the Air呢? 这个不是Love is in the Air,是Over the Air 这个功能最早啦,是Tesla在2012年的时候发布出来 这个Tesla的Over the Air技术简单来说的就是 你的车子停在家里的时候,它会自动联网 如果Tesla官网有什么新的update,比如说像Navigation的新的Map 或者是有新的功能,新的Apple CarPlay 甚至是有那些Record,有那种召回,要更新软体 它都可以自动自发的完成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把车跑回家里,自己联网,自己checkupdate checkupdate之后,自己autoupdate 就很像你的iPhone这样子啦 就算你两年前你买了你的iPhone 现在有新的iOS,你一样可以autoupdate的 这个就是这个Over the Air科技的厉害之初啦 然后Tesla甚至做到什么程度,你懂吗? 他甚至做到,比如说你买一辆Model S,两年前你买啦 然后现在呢,如果他们有一些新的这个氛围 可以提高它的马力的,可以提高它电池的续航能力的 可以有那个新的那个刹车热能回收系统的 你都可以update的到哦 所以变成呢,你什么时候买车都不要紧了 你就算是早买,迟买都没有差别 因为有新的update呢,你的车也可以享受得到 这个是Over the Air科技的魅力啦 这是一个game changer哦,把一辆车变成一台手机这样子 所以像这5家日系品牌呢,就要做这个Over the Air科技 这个的话是有点难度啦,因为Tesla的车是电动车嘛 你要update马力啊,然后你要增加新的功能啊 像那个热能回收系统啊,你放油的时候要自己charge那一个电池啊 这些呢,你必须要在生产车子的时候啊,就已经要做好整个电子化的这个结构啊 像Tesla这样子,然后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Mazda将会跟另外4间这个日系汽车品牌一起合作来做这个 Over the Air科技,我觉得 应该跟Tesla有一段差距啦 这5个牌子就是Mazda咯,Suzuki咯,Subaru咯,Daihatsu咯,还有Toyota 就是这5间公司啦,组成一个5强联盟 所以呢,你下次就不会心痛 哎呀,我年头买了之后,年尾有新的工人,早知道年尾买啊 这个你就不会那么心痛啦,因为这个Over the Air科技呢,可以帮你update你的车 但是,到时这个Mazda还有另外这4间公司做出来的成品是怎样子,就不知道啦 但是,红燕是红燕嘛,就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啦 到时是什么样子,还不知道 就像我们马来西亚2020红燕,我小时候听说,嗯,2020红燕 然后我在画画的时候,我们小学有画吗?2020是长什么样子 有人就有画飞天车啦,就有画那些很新企业的东西 然后,理想是很丰满啦,现实是很骨感啦,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这个2030年红燕当中呢,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呢 Mazda 会持续的提供更好的内燃机引擎 也就是这个Skylative X 比如说像这个直列的6缸的这个汽油引擎啊,这种后轮驱动啦 然后还有更多的这些Hybrid车款会面试啦 在这个2022年到2025年之间,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然后这2030红燕呢,有提到的一个就是要把那个汽车电动化 电动车是挡不住红燕的 根据这个美国国家能源网统计出来呢 这个电动车,它可以把电池里面的77%的这个能量啊 转去这个轮值这边 换个言之呢,你从你的电池提供动能到你的这个轮值呢 你只损失了23% 我们看一下燃油车是怎样子啦 燃油车呢,它从你的这个油缸提供那个油啊,然后引擎烧了之后 到那个轮值呢,只拿到12-30%的能量罢了 也就是说呢,高达70%的能量是浪费掉了 太疯狂了啦,你那个从油缸到那个轮值 最后只剩下12-30%的这个能量转化的这个效率 太疯狂了,我们浪费太多东西了 所以,这个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就是那种燃油引擎呢 它们要提供更低的这个排放,达到更省油呢 就只有电动化这一图,目前是可行啦 因为像如果你要做到像,比如说SkyActive X啊 比如说像一些F1的引擎这样啊 这个已经是最顶级的引擎科技了 到那么顶级的引擎科技是嘛 它那个能量转换才50% 像那个F1引擎的那个能量转换才50%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瓶颈在那边啊 要进一步的减少排放啊,就是电动化 所以同样的,在2022-2025的期间呢 Mazda 会推出10款Hybrid车,还有3款是纯电动车 这个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啦 然后再来一点呢,Mazda有提到这个 他们要做一个Mazda Core Pilot Concept 也就是说自动驾驶啦 当那个驾驶驾驶的时候啊 发生一些异常啊,比如说晕倒啊 还是太累啊,睡着之类的呢 这个系统就会介入帮忙你驾驶 以减少这个意外的发生啦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新奇啦 因为Tesla, Volkswagen, Audi, Mercedes 这些公司都已经在做这样子的东西一段时间了 在技术上我觉得 这些公司已经处于 比较有利的一个位置了 现在Mazda去追他们呢 是有点辛苦啊,我觉得 所以Mazda的这个Sustainable Zoom Zoom 2030 红烟大致上是这样子啦 红烟是红烟啦 就很像概念车,我们提出一个概念 然后到时成品做出来 跟概念车肯定是不一样嘛,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概念 就有一个目标大概知道 哦,Mazda原来是这样子的方向在未来 今天分享的大致上是这样子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给个鼓励 是最大的动力 谢谢